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有一个宝宝问我 如何挽回劈腿男友 这个问题我已经讲过无数次了 记住不要在垃圾堆里找对象 我之前讲的如何分辨好男人 你们要好好复习哦 老婆我回来了 老公你回来了 快来快来 你好 老婆这是今日份的玫瑰 谢谢老公 我去做饭了 那宝宝们我也要下播了 有问题记得给我留言哦 爱你们 来 和大家说拜拜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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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这么晚才来 公司忙 刚才演了还可以吗 演得很好啊 就像真的一样 你以前是不是也都是演的 那就是我行为了 就这么聊 赶快拿走 看着就爱演 你等一下 把你送我的东西全部都拿走 我不希望家里有任何关于我们回忆的东西 一切都已经结束了 我要重新开始 这些东西既然送你了 就是你的了 你不想要可以扔了 我拿着没用 最近家信怎么样 挺好的 伤疤还挺积极的 听说她跟你住在同一栋楼 是 还挺巧的 我们刚好住楼上楼下 她也不愿意回家住 平时 就帮我多提点她 别让她太出格 没问题 工作上我肯定也把关 辛苦你了 不辛苦 是我应该做的 金总 那边的电话会议准备好了 好的 那金总 我先走了 对了 家信的女朋友回来了 她们两个算是庆位竹马 就是喜欢玩 如果家信要请假 你就看情况批准 让她们俩培养培养感情 好 赵总 白初总 赵江月 你脑子里都在想什么啊 她有女朋友不是很正常吗 你干吗呢 走火入魔了吧 快回到工作上来 别再胡思乱想了 好 老板 上午午好 怎么不敲门啊 敲什么门 复杂 请喝咖啡 开几天好兴起 你怎么才来啊 没迟到啊 卡着点到的 我怎么 不开心啊 谁惹你了 我抽死她 在公司别嬉皮笑脸呢 工作呢 怎么了你啊 不是谁怎么你了 你平时不是这样的 我心情不好 你出去吧 回来 有何指示 这是公司的重要客户 你去准理一下她的资料 把重点提炼出来 回报给我听 好的 是她 谁啊 你们还真有缘分啊 天资良极 这次你要再做过 你就真没救了 出去 好 不打扰你慢慢分析客户 你明天预约回去啊 为谁 许妮啊 对啊 好 我跟你说 不是 你得好好准备准备 准备什么 这么好的机会 你一定得把握住了 那你心里不是最在乎的就是她吗 为何上次喝那么醉 我上次那是 他们都要给我喝 我躲不掉 哎呀 我看你是煮熟的鸭子 还嘴硬 这样吧 看在你今天救我一鸣的分上 我给你来一个 约会速冲吧 你干什么 模拟场景 来 让我们想象一下 这里是餐厅 现在我是你 你是许宁远 这是菜单 接着 宁远 哪 都怀的 你 有吗 你有没有感觉 手指 我刚刚碰着你的手指 没感觉 这个叫做 心跳触碰法则 利用恰当的肌肤接触 点到为止 过犹不及 这招啊 对男人有其有效 那照你这么说 低菜单就能让人心动的话 那每个人都能喜欢上服务员 今天模糊重点 我理解啊 许总她可能不太喜欢一心接触 但只要你能 不露痕迹地制造一些机会 她一定会慢慢习惯 最后新的吧 有那么深吗 就这么深 你要干吗 头上有东西 你拿掉了 耳朵 是人类的敏感不为职业 结合一无 不经意地复过 以后让对方变红 我心跳 明明就很刻意 看你怎么演了 大不了演错了 就说说错台词了 往是演不来的 这样吧 吃点了 水点了 快喝去吃觉 那个 我我 我觉得你挺有天赋的 你正常发挥就行 你怎么脸红了 你脸红嘞 你从这儿红到这儿 我怎么了 你打住 陶婷哥 我跟你说 这才是我的九牛鱼猫 教你个大招 您好 这儿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